去年的11月7号 上海上岗队夺得了2018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 所谓十年磨一剑 从2006年中以赛场时的东亚队 到如今的中超冠军上岗队 这支以崇明根堡足球基地为班底的队伍 终于实现了联赛夺冠的梦想 春节前夕 东方卫视的记者重逢上岗队的球员 感受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1月底 上海上岗足球俱乐部的前锋 国奖吴磊正式转会 加盟西甲联赛的皇家西班牙人俱乐部 成为历史上第二名 登上西甲赛场的中国球员 在奔赴欧洲五大联赛的竞技场之前 吴磊特意前往上岗队东迅入住的酒店 与昔日并肩作战的队友们一一告别 首先非常感谢俱乐部 对我出国体育的这个梦想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也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 这么多年来一起并肩作战 对我的帮助 吴磊从2013年征战中超联赛以来 共收获了102个进球 是中超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2018赛季 吴磊以27例进球 当选中超最佳射手 及年度最佳球员 去年11月7号 中超联赛第29轮 上海上岗队坐镇主场迎战北京人和队 吴磊和队友最终以2比1夺取胜利 帮助上岗提前一轮夺得中超联赛冠军 这也打破了广州恒大队连续七年夺冠的局面 让上海足球再次站上了中国顶级联赛的最高领角大 在许多人看来 这份光荣的背后 离不开一直为上海足球奉献的徐根宝 上岗许多队员 吴磊 严俊玲 蔡惠康 王申超 吕文君 都是徐根宝从崇明岛基地一手培养起来的 在上岗队2018赛季的总结会上 徐根宝在弟子们的簇拥下 骄傲地捧起了火山杯 我们这些人从崇明岛出来的这些孩子们 不忘初心 一直是为了梦想在前行 不管是为了我们自己 还是为了徐岛 还是为了我们上岗 我们都全力以赴 每一场比赛都是为了那个梦想去拼 因为我们这批球员之前从全会冠军 然后拿过中蚁冠军 再从中甲 然后这次又拿到中超冠军 我们等于说是从一路上靠我们这些人 一路上打拼上来 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比仅仅拿一个冠军来说 更加的有就是纪念的意义 这里是上海崇明的根宝足球基地 和场上的这些小队员们一样 吴磊 严峻林 王生超这批队员也是在这里 在恩师徐根宝的指导下开始了他们的足球梦想 春节前的最后一周 尽管刚刚生过病 75岁的徐根宝还是出现在球场上 专注地指导着小队员们踢球训练 2000年起 徐根宝在崇明岛创办足球基地 专注培养足球好苗子 立志打造一支中国麦莲 上岗队的前身东亚队 就是他一手打造的球员班底 从东亚到上岗 从中甲到中超 多年的付出之后 上岗队终于在家门口立下新的里程碑 一月下旬开始 上岗队已经重新集结 这个春节 队员们在迪拜展开东迅 在体能 攻防技战术等方面强化训练 并进行多场热身赛 备战新赛季 趁着联赛也没有开始 这个假期手上精神上彻底放松 但是身体是不能放松 身体是保持着一个 一个很高的一个经济状态就可以了 新的一年对于上岗队来说 将充满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球员们追求梦强的信念 变得更加坚定 我已经到2016年了 多两年之后 近几三年之后 我们也有很高的 我们也有很高的 我们有很高的关系 外面的关系 所以这帮助充满更加坚定 在中超的前列 有一天如果说我回到国内的话 一定会回到上岗这个大家庭 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 许伟上海报道